和苹果合作电动牙刷 投资隐形眼镜 还生产狗粮 它是美国的老牌日用品企业 是批量生产牙膏的第一家公司 可谓改变了现代人类的生活方式 200年来 高露杰是如何在保洁与联合力滑的夹击中 保住自身地位的 触摸品质 发现未来 欢迎观看10万个品牌故事之 牙膏起源 高露杰 作为一个普通人 其实我们很难去区别 究竟什么牙膏是好的 因为各大品牌的产品 用起来实在是差不多 那么既然如此 高露杰牙膏 凭什么能够占据高达42%的市场份额呢 它的竞争对手 可是佳杰士等一批大牌 而关于高露杰的故事 还要追溯到非常遥远的1806年 高露杰的创始人 是美国人威廉·高露杰 他是一名出色的企业家 但同时也是一个慈善家 1783年 独立宣言响彻在成立不久的 梅利坚河众国 独立战争终于结束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 威廉·高露杰出生了 他的父母都是英格兰肯特 虔诚的基督徒 尽管家庭并不富裕 但是总对他说 凡事只要一心向善 无愧于内心就行了 1795年 威廉随父母迁居到美国的巴尔地摩 后来又辗转到 马里兰的一个农场生活 因为家庭平寒 威廉没有上过大学 高中毕业后 他便来到了 父亲与朋友合开的香皂公司上班 不过这家公司 因经营不善投资人中途离去 父亲回去继续种地 而威廉一心想去大城市创业 1803年 威廉来到了自由之城纽约 又找到了一家肥皂厂工作 并坚持每周去教堂做礼拜 然后从当时 本就不多的薪水里 拿出十分之一捐给教会 然后把剩下的钱存起来 因为做事认真 愿意在西层吃苦 威廉的工资也涨了不少 1806年 威廉带着多年来的积蓄 和基层积累的经验 开设了自己的肥皂厂 也就是如今高露杰的前身 因为诚信经营 公司生意很是红火 后来创业合伙人去世 肥皂厂成为威廉的独资公司 然后继续坚持 把公司营收的十分之一捐给教会 对于一家小本经营的公司来说 这样把营收白白送出去 不但没有导致公司财务危机 反而凭借口碑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 公司业绩蒸蒸日上后 威廉有时甚至会在 不影响公司运转的前提下 捐出一半以上的收入 可以说 他的一生 一半献给了自己的企业 另一半献给了自己的信仰 1816和1819年 他更是出资成立了 美国圣经工会和神学院 这家神学院后来发展为 著名的高露捷大学 也叫科尔盖特大学 他被称为美国最美丽的校园之一 文理学院排名中名列第16名 除此之外 他也捐助过麦迪逊大学 汉密尔动文学院 组建了美国圣经联盟 如果说别人是为了公司的形象而做慈善 那么威廉甚至可以算得上是 为了做慈善而开公司 1857年 威廉因病去世 继任者塞密尔高露捷 为了纪念他将公司名字正式改为高露捷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高露捷因牙膏成名的 但是直到威廉去世前 公司都是以卖肥皂为生 塞密尔接手公司后 开始生产香水和香精 并于19世纪60年代 开始涉足牙膏领域 如今关于哪家公司 最早开始批量销售牙膏 定论也都是高露捷公司 1873年 高露捷推出第一款 用玻璃罐装着的牙膏 这款产品的销量不差 但是还未能取代 当时的主流产品牙粉 而且牙膏本身的包装成本太高 使用起来也并不方便 此时 一位名叫谢菲尔德的美国医生 从软管装的绘画原料上 找到了灵感 发明了可折叠软管牙膏 并注册了商标 取名为谢菲尔德医生的薄荷牙膏 不过没有宣传 没有规模化的生产 谁会留意到这款产品呢 当塞密尔得知这一消息后 他立即命令工厂 生产这种软管牙膏 获得了市场的热烈反响 当公司主营业务 从肥皂转变为牙膏后 塞密尔高薪聘请化学家 马丁伊克纳成立了科研小组 实验室建立一年后 塞密尔去世 公司由他的五个儿子 共同经营 变成股份制企业 在五兄弟的通力合作下 牙粉的市场份额 被高露杰牙膏蚕食 1953年 高露杰与一家名叫 棕缆肥皂厂合并 更名为高露杰棕缆 这个棕缆公司的来头 着实不小 它靠生产棕缕油 橄榄油和肥皂闻名 是当时全球肥皂市场的 一方霸主 二者完成合并后 可谓强强联合 一度成为 美国清洁用品市场的老大 但是这个位置 并没有坐得太久 将它掀翻在地的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 保洁 当时 高露杰牙膏主导着市场 但是肥皂业务 遭到了保洁的强烈冲击 也正是为了对抗 高露杰牙膏的统治地位 保洁花重金邀请大学教授 从事防住牙牙膏的研究工作 佳洁氏 就是带着这样一种使命诞生的 他和此前的一些防住牙牙膏不同 在将产品上市之前 保洁把佳洁氏 送去美国牙科协会认证 1960年 该协会认证 佳洁氏能够有效防住牙 一时间 高露杰的市场地位摇摇欲坠 至此 高露杰棕缆公司 展开了与保洁的大战 从牙膏到洗衣粉 从肥皂到洗发水 许多知名品牌 比如邦宝氏 海菲斯 都诞生于两大巨头的竞争中 直到1986年 高露杰终于凭借 能够防治牙石的牙膏 帮回一城 在保洁做出回应后 高露杰再次推出 防牙银上火 防牙石和防住牙的三防牙膏 你来我往之间 消费者的需求也得到了满足 自19世纪末 开始拓展全球市场以来 高露杰一直在不遗余力地 将我们的目标没有蛀牙 这一口号 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他经历过经济大萧条 和一二次世界大战 也在联合丽华和保洁的夹击中求生存 如今 他在全球200多个国家 拥有4万多名员工 在最新的世界500强排名中 位列第140位 在保洁等公司的高广告投入下 高露杰也不甘下风 2019年 美国超级碗的首支广告 就来自这家公司 前段时间 高露杰公布了 2018年第四季度财报 在全球销量上涨0.5% 价格增长2.5%的前提下 38.11亿美元的销售额 反而同比下降了2% 究其原因 是因为汇率的负面影响 2018年第四季度 高露杰的净利润为 8.91亿美元 但还是受美国锐改影响 高露杰2018年 第四季度的营业利润 反而同比下降了7.2% 来年 为了牙膏市场 高达42%的市场份额 高露杰表示会继续加持广告投入 再加上成本的上升 利润可能还会继续下滑 为了缓解这一状况 高露杰打算重新定位 高露杰全校系列 与宠物食品品牌 希尔斯宠物食品合作 并将瑞士高端牙膏 Air Max 和漱口水品牌 Maridor带入国际市场 其实在去年 高露杰也与苹果合作 推出了售价99美元的电动牙刷 进入更多的领域 推出更多的产品 是这家拥有200年历史的日用品巨头 保持长盛不衰的秘诀之一 要知道 他的对手可是宝杰和联合丽华 而高露杰几乎是以牙膏这一单品 应怼两大巨头 着实不易 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加收堂 谢谢支持 他是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 靠着游戏业务成为 手握170亿现金流的养猪大户 他是谁 预知详情 敬请关注下期节目